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也请帮我们按赞 乌尔战争达到今天已经是第77天了 胜利日过后我发现很多媒体都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比如说中国媒体 那个时候转播胜利日的那个 就是莫斯科在红场的这个游行 竟然普丁讲话讲到一半就把它切掉了 竟然就不转播了 然后而且那个中国媒体的那个标题还写说 就是说普丁的胜利日没有胜利 这个还蛮明显就是完全是转向了 不只如此 这个俄罗斯的官媒其中有一个战地记者 他今天也说话了 我真的是对为他的安全感到非常的担心 他是一个俄罗斯第一频道 就有一点类似中国央视的这样的官媒 他的这个战地记者名字叫做斯拉德科夫 他以前在报导这个乌俄战争的时候 都是清就是俄罗斯的 就帮那个俄罗斯做大内宣就对了 可是他今天竟然在社交媒体上说 说出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 一改本来的这个形象 他说普丁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 优柔寡断 才会导致本来应该轻松取胜的战事 僵持这么久 是啦 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在批评 他其实是恨铁不成钢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他在他的这些叙事里面 其实也是把乌克兰骂了一趟糊涂 他也认为说这个俄罗斯的行动 是正当的 是应该的 只不过没打好 他只是这样子很惋惜啦 没打好 你们怎么做事情优柔寡断 没有一下子 稀里哗啦就把这个基辅打下来了 但是这个正好也反映出来 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确实是不顺利 这个是事实 对 他恨铁不成钢 也反映出来战场的事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没有打好 对 陷入苦战 因为以前的之前的那些 那些新闻片段或者是那些政论节目 都是在那边讲他们的那个俄罗斯军队 多么厉害要骁勇善战 还说什么一颗核弹就可以移平什么 英国啊什么德国这种 哪里的政论节目 就是俄罗斯的政论节目 真的啦有那种 就是女主持人狂言嘛 我以为你讲台湾的政论节目 有时候现在会出现这种 等于是有点检讨俄罗斯 甚至讲到普丁优柔寡断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风向不一样 是 很多风向都不太一样了 但是普丁还没有认输嘛 怕还在继续在那边 对 可能还想翻盘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讲过了 不可能 在这个顿巴斯之战 从4月18号开打了 没有几天 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讲了 我看不出来俄罗斯的军队 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就是在战术上面 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他战略目标是改了 是 本来从这个 拿下基辅 改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政府 不成功 然后基辅不敢打 推到顿巴斯来 他的战略就 变成说只要把乌东乌南拿下来就好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顿巴斯之战 所以要是把顿巴斯拿下来 因为另外两个地方 卢干斯克 跟顿埃斯克的共和国 大体上已经是他的 是 两个宣布独立 卢干斯克 不就是想把顿巴斯拿下来 这整片拿下来 这个到目前显然是失败的 没有达成任何目标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也讲了 也就是把俄罗斯开战以后 开战一个礼拜吧 我们这样讲 那个时候的地图 跟现在来看 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 表示它根本没有进展 是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看不出来俄罗斯军队 在后面这一段 这个战术上面 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除了它更凶狠 更残暴之外 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到现在为止 它轰炸的 基本上都是民间的设施 对啊 死亡的也是民间 而乌克兰的老百姓占多数 这个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 那它就是没有办法伤到乌克兰的战力 那怎么可能赢呢 是 而且因为最新的 因为他们乌军在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真的是 怎么讲 战事非常的 就是有斩获 那最新的就是说 他们在哈尔科夫的北方战线 乌军是大举推进 瓦解了俄军在这个地方的抵抗 而且是把俄军赶出边境 赶回去就等于赶回到那个 比尔哥罗德 他们那个相对应的那个城市 然后呢 而且这个是比较 有一个战略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乌军自己把人 把俄军打回去 而且是这么重要的第二大城 对于这一个地方 等于是把这么多的军队 这样打回去这个边界边境 这个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意义 然后呢 伊九姆的地区 伊九姆也是另外一个基站区 这个地方的俄军呢 也快要被乌军给包围 因为他们就有个突出步 他们把这个后面的后勤给阻断 就可以把这个俄军包围起来 他们叫做包饺子 对 就是包突出步 对 突出步 总之就是 越来越累了 对啊 我觉得也是要多学习 对 不错啦 就是特别是在这个 卡尔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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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翻哈尔科夫 可是应该是叫卡尔科夫 因为是卡尔科夫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当然这个K在乌克兰怎么发音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我发这个译其实是用英文的方式来发音 卡尔科夫 那他们有的翻成哈尔科夫嘛 对 有叫哈尔科夫又叫卡尔科夫 也有可能K不发音 它好像K-H-A-R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讲卡尔科夫好了 卡尔科夫这边确实是一个指标了 因为是乌克兰反攻 把俄罗斯军队推出去了 是 推回去了 是 根据这些消息 确实是已经退到贝尔科夫那边 贝尔科夫就是有一次有两架自身机进去攻击的地方 它离这个乌克兰边界很近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补给战 俄罗斯军队的补给战跟整修整备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想慢慢看 这个现象会越来越多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俄罗斯军队并不弱 那我们也不能去期待 乌克兰军队一大举就把俄罗斯军队打出去 没有这么快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到现在为止 乌克兰军队采取了打法还是游击战 还是并没有很正面的去对付俄罗斯的军队 还是游击战 只不过它现在的武器比前一段更精良 而且射程更远了 它现在有远程打击的能力 那我也讲过 我们迟早迟早会看到 乌克兰军队大规模的进攻 对付俄罗斯军队把他们推出去 迟早会看到 但是不是现在 为什么讲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些数量上 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乌克兰的军队从开战以来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战术很清楚 就是用小分队一点一点把你消耗掉 把你俄罗斯的军事的资产慢慢打掉 打掉双边的这个 那因为现在乌克兰有西方国家大力的支持 援助 所以东西越来越多 那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资产是越来越少 到时候这个双方的这个校长 变成这种态势的时候 加利军斯乌克兰他就会全力进攻 这个我们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 对 而且拜登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他也才刚签署这个租借法案 也就是说他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 乌克兰所有他需要的军力武器 对而且刚刚我们也知道 前一阵子就是美国有提供M拐拐的 这个榴弹炮 那第一批他们帮俄国乌克兰训练的 30名的这个士兵也才刚刚训练完成 而且M拐拐拐已经开始在乌冬地区作战了 这个只是刚开始 我就像你讲会慢慢慢慢 拐拐拐拐是什么 流弹炮 流弹炮 对 已经开始在作战了 所以我就像你讲的慢慢来 因为大家各国捐的这个武器 总是有个先来后到的顺序 跟你需不需要训练或什么 对不对那有点时间 等慢慢慢慢这样上来的时候 真的就不一样了 大家要开始了 当然需要训练了 因为现在乌克兰在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这边的武器 叫做五花八门 真的耶 各国都有 光榴弹炮就有五六种 对 各国捐的不一样 对 美国是M乖乖乖乖 对 德国有个叫PZH2000是不是 那名字很多记不起来 记不起来 反正很多国家都有捐赠 记不起来 法国捐赠的是什么 凯撒自走炮 凯撒自走炮 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 对 这个会让俄罗斯非常头大 非常头大 那讲到这个国际的支援的部分 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谈到这个东西 就是国际志愿军这个问题 因为这两天就是也有 消息又出来了 就是这个瓦利 就是那个加拿大的居神 狙击守狙击之神 瓦利他听说已经回到了加拿大 而且他回来之后接受采访 就是有一点失望透顶 因为他说他去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他去应该是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他说他顶多只对着窗户 就是在窗户那边描过 然后发射两发子弹 然后还说因为资源不足 所以他们三餐都是靠平民提供 然后他也没有弹药 然后反正就是说他去那边发挥不了作用 最后是因为他的队友在那边身亡 就是被炸死 他觉得说算了我还是回来好了 就有这样的消息 其实他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参与战斗 他是怎么讲的 就是完全没有参与作战的机会 那各位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对一个志愿军 对 特别是瓦利 他是全世界有名的狙击手 对 他的最高纪录是在3000公尺之外 对三公里 秒准就是打死一个人 就是打死目标 对三公里 你现在看三公里是多远 很远 他是这么一个 而且说是子弹停留在空中10秒 这么一个这个10秒钟被方走掉来 对 我一直就说这个中方向他还打得到 所以他已经有这个算得到 假定这个人是在移动 他还要把他瞄好 往这边瞄 还不是瞄着人 对 对 而且风向什么的 都要算的 都要算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真的很厉害 那么这么一个全世界知名的 可以说是顶尖的狙击手 到乌克兰去参战 他去乌克兰的时候就轰动全球 每一个媒体都报道 台湾的媒体都报道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他回去了 然后他说他完全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我就告诉各位 所谓的国际志愿军 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分析过了 开战了三天之后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讲 我们要号召国际志愿军来 三天之后就说我们已经号召到了一千 一万六千名 然后再过了三天说我们已经有两万名 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 泽伦斯基口中讲的这个国际志愿军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我认为 根本就是早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的 美国的军人 北约的军人 英国的特种部队 根本就是他们 所以他才有把握说我们有多少人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 国际志愿军 第一个不可能有这么多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多人去 是 国际志愿军就像是瓦利一样 对不对 一个人背个行李 对就去了 有 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 泽伦斯基站出来号召国际志愿军 有人会去 就像瓦利这样子 有人会去 是 台湾也有一个去了 对对对 对不对 但是 我告诉你 没有多少人 几百个了不起了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 假定有几百个进去 已经算是了不起了 还有一些国际志愿军是 等于是这个 可能是佣兵的性质 这些我们不谈 我只是告诉各位 根据我 去过战场的经验 国际志愿军 绝无可能 像乌克兰这样讲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有两万人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 那 瓦利为什么没有参战的机会呢 因为这些参战的机会 都给了两万人了 他们已经在参战了 他不会让你国际志愿军去 去介入这个事情 因为国际志愿军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来路是怎么样 是不是 他会不会是俄罗斯那边特别派 特地派人进来参加国际志愿军 在里面搞破坏了 乌克兰有可能说你国际志愿军一来 立刻就发枪给你让你上战场 不可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还看过一个新闻 也是关于国际志愿军的 就是他们接受了采访 因为那是有媒体在那边 他就讲说是他们根本就 子弹只发给我们十颗 要子弹没子弹 要武器没武器什么的 我们怎么打仗 乌克兰根本就没有要你们打仗 他所谓的国际志愿军 就是我刚才讲的 已经在里面的 我们后来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些 有关战争的视频 你有听到 那个特别是小分队的指挥官 他讲英文 真的 是 讲英文的 他们有很棒的英文老师 是 然后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新闻的图片 照乌克兰军人的新闻图片 总有几个是打了马赛克的 对 总有几个是打了马赛克的 或者是蒙面 蒙面 还可能是因为在战场 他是冬天 怕封杀 冬天蒙面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战场上这些硝烟 这些味道 他蒙面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要打马赛克 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乌克兰的军人为什么要怕让人家认出来 看得出来 也许看出来你不是乌克兰人 很多 不是一点点 很多都打了马赛克 对 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图片 就是一个战车 上面几个 对 戴着帽的是柳约洋鸡队 柳约洋鸡队 棒球帽 鞋子也是美国品牌的鞋子 就大概讲 当然了我们并不能够因为他带了柳约洋鸡帽 或者穿的是个New Balance New Balance是他最喜欢的品牌 我的爱牌 就判定他们一定是美国人 但是我刚才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的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马赛克把他打掉 对 是 是不是 对啊 这个国际志愿军的看法 对 我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 泽伦斯基讲号召国际志愿军其实是一个幌子 对 其实这些人早就在里面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很早就讲 这基本上 这场战争是一个大圈套 把俄罗斯军队引进来 嗯 那下面我们再讲一个人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瓦格纳集团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是华格纳集团 他是一个佣兵组织 然后呢 因为他的那个组织的头是一个俄国人 就是跟普丁是很好很好的一个寡头 所以就一直有传闻说 华格纳佣兵其实是 普丁个人的小军队 他就是反正就是 普丁派他们去哪里打仗他们就去这样子 那他们确实也骁勇善战哦 然后去打过很多地方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加比杜林 他曾经参与过这个叙利亚战争 他今天接受访问就说 俄军其实是严重准备不足的 然后俄军需要训练的战术严重不足 在这个没有准备的状况下就贸然上战场 那他意思是说俄军本来以为 他们面对的乌军都是那种杂牌军啊 没有经过训练的都是很残弱的民兵 没想到一上战场才发现 哇 这些人训练有数 然后他说他在之前 俄罗斯也有问他要不要去参加 就是当故优兵这样子 那他自己是经过这些盘算 就是评估之后他没有要去 后来他是没去 那今天是在媒体上公开讲 俄军根本就没准备 我觉得他是事后诸葛亮 事后 事后诸葛亮 第一个他说俄军事前准备不足 或者是什么 这个我都不相信 我都不相信 第一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过 这个世界上最会打仗的军队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再一个就是俄罗斯 怎么讲呢 只有这两个国家在不断的打仗 这是事实 可能就是事实 不断的打仗 打了很多场仗 对啊 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会准备不足 请问 怎么可能会准备不足 他这次进攻乌克兰 在边界已经囤兵了好几个月了 对 怎么可能会准备不足 怎么可能会判断失误 他的判断并没有失误 他的判断就是他可以打败乌克兰 并没有失误 就是按照他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了解 他当然知道他可以打败他 是 他也不会说是像他形容的俄罗斯军队把乌克兰 军队看成一种杂牌军 他是用rag tag 这个名词 那个就是一三男女 怎么可能 不是的 乌克兰军队也并不差 他在乌东那边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但是俄罗斯当然知道乌克兰军队不是他的对手 两边的军力对比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确实差很多了 坦克的数量 双甲车的数量 人员的数量 差了很多 所以他绝对有把握可以打败乌克兰 但是他也没有把乌克兰当成那种 好像他所形容的老弱残兵 也没有 那么俄罗斯军队为什么不顺利 就是我一再在节目里面讲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乌克兰的军队是用这种打法 俄罗斯脑筋里面想的很简单 就是他也习惯的 而且算是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知道的打法 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讲的 先用导弹 精确导弹打 打完之后 坦克大队进来 把你吹鼓拉手打掉 对 这样子 如果是这种打仗的话 当然会赢 俄罗斯当然会赢 现在乌克兰已经全部都沦陷了 我告诉各位 假定是这种打法 就跟俄罗斯预前想象的一样 几个小时几乎就拿下来了 甚至于两三天之内 整个乌克兰就垮了 对 如果是这个打法的话 但是不是 但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里面一再提醒的 拜登 在国情之文 我讲这个拜登国情之文 讲了太多次 后来台北有一个节目 就告诉我说 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再讲这个东西 但是拜登这个国情之文 是这场战争里面 俄罗斯之战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文献 他告诉了我们很多的事情 那拜登在里面讲 俄罗斯 他特别是讲普丁 完全不知道 他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状况 这就是我讲的 俄罗斯军队完全不知道 他进入乌克兰之后 会面对什么状况 对 然后他发现了 他面对这个状况 但是他转不过来 他转不过来 为什么转不过来 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我们就拿第一阶段的 这个乌克兰军队打法 游击队 他用刺针飞弹 标枪飞弹 标枪飞弹 这个战争里面 刺针飞弹标枪飞弹 大放异彩 很厉害 最近没有了 最近没有了 最近都是榴弹炮出现 对榴弹炮出现 标枪飞弹跟刺针飞弹 不是现在才有 不是这次战争才出现的 早就有了 几十年前就有了 在伊拉克战争 在中东那些战争 美国那些战争 都已经有了 但是这一次 标枪飞弹跟刺针飞弹的 这个打法 跟以前不一样 他配合了天上的这些资讯在打 对 无人机跟卫星的这些资讯 这个是俄罗斯没有料到的 是 他发现之后也来不及转 也转不过来 对 这种东西 在科技上的差距 对 这个不是一两天 不是你一下子转得过来 也不是一两天 二三十年都转不过来 是 你知道吗 这个战争里面 发生了很多怪事情 我们也讲 我也讲过 俄罗斯的导弹 有百分之六十 打不准 或者是没有爆 那有可能 怎么可能 对啊 我就请教各位 怎么可能 打不准 对啊 百分之六十 开什么玩笑 射十颗 有六颗 不晓得射到哪里去了 或者是没有爆炸 对啊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我告诉各位 他是受到干扰 他是受到干扰 是 才会射偏 射不准目标 对 这个是俄罗斯想不到的 而且 他也没有办法 在短时间里面 把这个东西流转过来 这个 才是俄罗斯这次战争 不顺利的最大的原因 那我也看不出来 他 就像我们讲的一样 在短时间里面 可以扭转 对 所以我们很早就告诉各位 俄罗斯 必败 对 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 也许还会拖一段 很长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 也许很快 端看普丁吗 对 当然就是 就是看他自己的忆怜之间 看他愿不愿意放手 他自己的忆怜之间 他自己的忆怜之间 现在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说 他在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 是不可能成功的 嗯 就看他要不要退 对 我也 在先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了 我如果是他 我就趁了5月9号 这个圣会 自己讲哪里 你胜利就好了 就讲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已经达成我们的目标了 对 这个 反正他有两个共和国可以做业绩 对 对 乌兰我们也拿下了科尔松 对啊 反正做个假公投 马力波也拿了99.9% 为什么讲99.9% 因为钢铁厂还在 钢铁厂的这些守军 也很不给面子 5月9号的时候升了一个旗 对 乌克兰国旗升上去了 真的 我如果是普丁 我会这样子做 嗯 我就趁了那个 就宣布我们任务已经完成 嗯 停火 不打了 你还可以保留你的实力 嗯 不然的话 你最后 就是像美国所期望的 利用这个战争 把你拖垮 然后让你不能够重建 是 但是呢 普丁不是我 关键在这个地方 对 普丁不是我 我的抗压力比他差太多了 他是坚持的男人 要坚持下去 对 根据最新的这些情报资料 他们都认为普丁是要继续打的 但也就是因为他要继续打 就是会造成厄军很大的损失跟伤亡 就是大多数 这个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 我觉得 拖下去他会更惨 对 我现在也把话就留在这个地方 拖下去他会更惨 嗯 好啦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会儿会在这边 以及影片说明栏 放一些推荐的影片 欢迎各位点阅收看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